1月 以上 底底瓜 做一个大会堂深的宝贵 坐 safe and a side km这里话多佛 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7号 我们的宋总 今天主讲宋总 宋维默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线上 那时间就是非常宝贵 我们直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宋总,好吗? 嗨 医生总你好 嗨 这位伙伴大家好 你好 很高兴我们这个女团长 这个很用心在规划这个活动 所以让我有这个机会 到这个地方来跟各位见面 那我想今天啊 会到这个地方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社区大录影的时候 我们在开幕典礼的时候 他我们讲了一句话 什么现在就在会群交接 他就说那会群交接应该怎么办 后来我们才想到说 会群交接你看奥运那个会群交接 是在闭幕的时候才有会群交接 结果我们现在在会群交接 因为我们的长官 在开幕才有办法来 闭幕没办法来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来办会群交接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状况 那我想就从我们这个 大陆影的这个活动开始 我想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耳关 红金一等上面 有一些怎么做比较好的事 的方式 或者是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互相来研究 那这个刚好跟我们彰化 有一个生根群组 我们也在做 类似食物性的工作的研究 探讨 那我想今天就跟各位做这样一个分享 那我们李团长他很用心 他在我的那个宣传广告上面 写一 表示还有二 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二 所以我想让大家去期待 那在开始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这个宋慧虹是谁 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是57年就登记同军 57年 然后呢 右边里面画面 右边看到的是67年 我登记服务员 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出来教书 那为什么会在67年 因为66年登记是在12月的 所以到2月9号 那这边为什么会在57 56年参加 57的意思是 因为56年12月底 那时候才有办三项登记 下一张 刚刚讲过就是三项登记 左边是三项登记 右边是服务员登记 57年跟67年 好下一张 下一张 这个就是我们讲疑点 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带团 要出去的时候 这是民国62年 你看看最右边的那一张 在升起的全校升起的时候 受取出发 然后呢 左上角的上面那一张 就是校长在司令台给大家免疫 然后要出发前校长跟我们在 这个校门口照相 下一张 第一次全国行议大会是民国62年在整体 这是67年我去参加 穆章训练67年 36起 你看以前的人呢 用科刚版的也给各位分享一下 然后那时候一共有四十几个人参加 分为这个六个小队 分为六个小队 然后每一个小队有八个人 八个人 然后后面是七个人 七个人 可以这样 加一张 好 好 刚刚给各位看的就是 我67年收信 我68年 然后目章 那也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我在64年的时候 参加台北市第二次大陆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我们 左边的最下面那一张照片 是二楼的 是二楼 用工程用山木派 山木搭乘的二楼 我真的是住在上面 我是住在上面 然后因为下雨 所以所有帐篷都要离地 大陆影 这个团的露营 整个帐篷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些去看的都穿得很漂亮 你看我那个服装 最右下角那个 穿紫色上衣那个 那个裤子是脏兮兮的 表示那天是下雨 然后上面是在 真的叫水上路 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务事账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是 我们发明出来以后 那个露营公司 给我们五个服务员 一个人两人账 每人一顶 然后用打工的方式来 这个 当作 这个分请负款 右手边 这个用手写的这个 可以看到 最后一个我 民国七十 七十免 七十一年 七十一年三月 是台中市的自主会同心团 然后各位可以证明说 我当初真的是社会团 开始的 好下一张 好 那这个 试验日刚好在我们三个同学者 跟试验日中间 那 我愿意来做这样一个分享 因为我很多资深的伙伴 来协助 来指导我们 那为了感恩他们 我一定会做这样一个全场 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服装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美国买的 那就是我的前辈 彰化县的 以前的董办事 梁朝堂 梁主任 他 有一天 忽然拿这件衣服给我 说 你这个 这个刚好够你穿 这件衣服啊 你穿起来 我这身 就送给你 因为不久以后 他就不见了 但是我们在营地的时候 所有的 同军的这个 开幕式 闭幕式 跟我们一点相关的 他是按部就班 一样一样的在跟我们要求 所以我想从那边学到很多 今天当然可以 跟各位做分享 特别也穿这件服装 来谢谢他 那我目装的辅导是 嘉宜的一个高校长 那这个自身的伙伴啊 非常用心 他为了辅导我目装 夫妻两个去开完会 连吃午餐都没有 就跑到学校来看我 这个做团机会给他看 然后后来听 应该是在 我们的阳明山营地 去服务的时候 牧章训练去服务的时候 好像晚上出来洗澡摔倒 就是在那个地方 终身在那个营地住手了 所以为了 到生日 为了感谢他们 我愿意 完成继续 好 我们一起来 下站 那这个是我 这几年编的一些资料 刚刚有跟李团长讲 把今天有参加的 做信用下来 如果你在全国大会 遇到我的话 记得跟我要这个书 那上善肉水 刚好是卢根开化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资料 啊 荣来行善 荣来行善就是在一百 从今一百周年之后 在彰化体育场办 建筑大会 我就编这本手册 用十二条规定去挑 一百篇小故事 然后给团长啊 如果你在做卢根开化 可以做参考 右手编这些书啊 就是我每一年都要印一本 然后免费提供给好伙伴 有认识的如果参加活动 我就会送给他们 所以在将来 如果遇到我刚好还有书的话 各位都可以拿到 那这个 这些书啊 我们以后 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做谈会分享 我们彰化这边也计划 如果这样的分享好的话 大家及时矿命将来 还可以做很多 有关我们铜镜的资料 来给各位做参考 所以技术 要应该有出息的才有 来 这一张 这个是我上面有写 最左边是88年写的书 中间是84年写的书 最右边是81年写的书 然后这本录影 右边这本有一本录影 是我里面全部的资料 提供给农委会 他们去做世界会录影的讲稿 然后各位可以 为什么我把这本录影下面 放一张四张照片 这个是我在台中 扮狮子会大录影的时候的照片 然后那一张划船的照片 就在书里面 所以表示这本书 真的是我做的 给大家参考 谢谢 现在没有了 那各位要写录影计划 在这本书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是 谢谢 好 录影这本书所有的计划都有了 那这是各位可以探讨 我送回好这个名片 最左边户外里有装备一篇表 我可以跟各位团长讲 这个是从录影的经验里面 把我们出去要晚要带哪些东西 整理出来的印什么名片 所以每一个拿到的 几乎都很喜欢 很多人就把这个名片翻过来 倒过来放 把送回好压在下面 然后人家问这是谁的 然后送回好 有时候又宣传一次 各位各位早上的时候要带哪些东西 白天要带哪些东西 晚上要带哪些东西 还有其他装备 这样 这个各位可以做参考 右边这个是游戏 游戏卡 这个游戏卡就是我们在 每一次玩游戏以后 各位就把它做成记录 做成记录 你看下面有实施的时间 有实施的时间 然后像上面那个游戏 一样各位 你玩一个游戏以后 我们同时把这个游戏下面还有一个 可以做哪些变化 例如说我们这个动物组织就是 分组游戏 然后做分组游戏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生日 用月份 也可以用时和生效 也可以用拆遣 也可以用找朋友的游戏 可以做不同的变化 而不是只有单一个 像这个游戏卡 也在七十几年的时候 一次就印一圈套都不见了 还不太狂了 所以各位 如果有这样的以后 我们可以做分享 然后大家集思广益 把它整理得更完整 然后各位可以拿去用 好 好 这刚刚讲过 这个是因为我们理团 听到这个我们两个在讲话 后来就开始 要我来跟各位做 有机会做这样一个报告 他非常用心 还设计很多东西 他一直追 我已经慢他三四个月了 很抱歉 因为一直扣来 我想很高兴今天 就看大家 有没有这样一个需求 如果有的话 我们会一起来 做更多的分享 谢谢 好 那今天我想 我们就 除了我这样谈以外 如果各位随时有问题 可以马上来说 等一下 还有各位 这个 马上 要请你做回馈的 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兴趣 好 来下一个 好 那我要先声 同心计讨 刚刚讲的做中学 没有标准答案 你可以变化 所以 你怎么创新都是对的 好 那但是我们现在 要跟着时代的进步 所以 刚刚我们的演习 资料 以前不准用 引印 不准印 都是一定要自己手抄写 然后现在变成给你印一册一册 让你参考 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们以前也没有这个视讯 就只有一定要面对面去讲 当然面对面讲 有面对面讲的好处 那视讯的话 可以减少大家很多通勤的时间 但是我总是感觉 面对面的时候 可以谈得更多 因为光是一个这样讲的话 也许你们 有的人 听起来还是没有很清楚 所以我想希望将会有机会的话 面对面 那我认为 这个 坚持对久的人是 大家都要坚持对好 大家都要坚持对好 然后 将人生的经验 亲然 传授给年轻伙伴 延少摸手的时间 那就是 我们希望 大家能够做得更顺畅 因为 人家讲前车之鉴 别人犯的错 我们不要再犯了 但是有的人讲说 到底是要船诊还是要乍到 我要多走玉蕾 有什么不可以 可以 有的人想说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自己做 做做的再来 那我想 这个也是可以的 没有标准 最后错 你这个 要绕到 没有什么 条条大路通路 我想 我们在追踪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很多条道路 但是终点 大家都在我们 林本部 都是一样的 所以道路 可以不同 但是 如果有人指导 也会更轻松 我是这样想 下一段 那么这个典礼我想就是一个公开庄重的一个仪式 我要跟各位报告的一个就是说 我们曾经在遇到这个县长在颁发证书的时候 他这个县长很厉害 他每一个人他都认识 他结果上来领奖领政书的领奖的这个人 不是他认识的这个人 名字跟人不一样 他马上要求那些校长 停止颁发 下面重新排过 因为他很在意 拿到东西不是自己的 那种感觉不太好 我想这个是对受奖的一个尊重 另外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一直很怀念很感动的一个颁奖的一个经验 就是台湾省有一个社交友工人员的一个颁奖 然后当你开始申请到过奖通过那一天你就接到电话 然后你个人资料 然后就开始问你什么时候这个典礼 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带家人来要吃素的还是吃什么先问清楚 然后等你报到的时候呢 你一千万名马上有人帮你拿包包 你该领的东西马上有人帮你拿到你的位置上面 然后前面坐下来 然后领完奖以后呢 他马上把你的这个奖座接过来 然后去装盒子再送来给你 当你要上车的时候 他把你的所有东西搬到你的车上 然后再跟你说再见 在聚餐的时候 那些长官是坐在同一桌的长官 他说今天你们不可以帮我夹菜 今天我是代表省长来跟你们恭喜的 我是要服务你们 我是你们的长官 如果这样的话 对一个受奖人也是很尊重 让你一定会一辈子难忘 所以我想各位也许可以去想一想看 你的入团典礼 入团的仪式你到现在记得吗 你怎么做 他为什么会这样有印象深刻 然后你的团 你现在在做团的入团典礼 有没有像这样做 可以让大家与辈子合一 然后你有没有上台受奖的经验 那你为什么记得 甚至还是扑隆一下也是一样 到台下来再去换奖状 你的状况有没有人愿意 可以来做一个分享 那你看58年我那个入团 是在晚上 我们团长通知我们小队 然后晚上四点 下午四点都报到 报到完了以后 在学校的礼堂里面 然后他在门口挡住你 然后检查服装完整 他还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加入童金团 你家人知不知道 他问你很多童金问题 然后再跨过螢幕堆 然后再到礼堂里面去 已经布置好的一个 又是类似前进局委一个场所 然后你知道里面是谁吗 学校的校长主任通通在 然后那个布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觉得很庄严 所以就这样一辈子会记得 你的入团也是 然后这个像我们全国 刑意大会的时候 那个校长一样 我想现在很少学校的 童金团要出去 会把背包背好 把校长售起 然后封开的让大家上台 很隆重的把你们送到参加一个活动 可见当初对童金教育的一个重视程度 跟我们现在是差很多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努力一点的话 学校应该会这样做 只是很多团长都忘了要这样做 那我曾经在带学生参加录影的时候 每一次一定要在学校升级的时候去售起 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在营地的表现 然后那个什么得到荣誉期 指标的这些在台上 来做一个公开表扬 公开扳挖的工作 我想这是让我们童金伙伴 能够居住童金 而且务力继续留在童金行列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我想在这里先请问各位 有没有人愿意先来讲一讲 你比较怀念的这个路团的仪式 或者是你自己团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 或者是你有什么 这个受奖的一个感触 要不要先跟听听伙伴们的意见 有没有人 蛤 没有人有声音啊 哈哈 没有我们就下一张了 要不要很客气 好而且为什么要让你来讲 因为我们童金讲逗中学 我们童金讲讲光超跟贝东 我们是希望童金啊 这个 有机会就尽量能够发表自己的事情 面试讲话 好看一张 各位你没发现到 我们常常在典礼上有几个问题 那介绍来已经时间花了很多 然后该介绍的没有介绍 没有介绍 不该介绍的又不重要的又介绍一堆 然后时间花的很长 然后人员的掌握啊 念到这个名字 人又不在现场 然后大家在那边看来看去 都看不到人 我想这都是我们典礼必须要修正的 必须要修正的一些 介绍方式或者是 典礼组的人员掌握 然后另外一个里面发现到 我们在颁奖的时候 这个受奖人 还有递奖人 然后人员控管后面呢 我们厂展发现秩序都很快 这个受奖人员 该来的没有来 因为表示我们在下面的场馆 控制不好 然后递奖人的位置 常常我们拍照片的时候 刚好挡在受奖人跟颁奖人中间 或者是他的旁边 然后这个照相又跑到前面去 好像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学生啊 这些同学伙伴 在管理的人好像都被挡在下面 跟自己有关 所以变成说 只要在受奖颁奖之后 下面都几乎都是很乱 都是有假大声很大声 然后这个 我们在典礼前面啊 常常会集合队友 然后唱歌等人 我们发现到 我们最近比较 没有在做的就是 我们同学伙伴比较爽 就是唱歌等人 我们在集合队友的时候 唱歌等人 因为听到歌声 大家会很快 知道人家在集合 会很快跑过来 如果你没有唱歌的话 好像他们都认识说 还没还没还没还在集合 所以这个以后啊 是可以试试看 特别是在团集会 或者是我们办这个 目章集训 目章训 这个时候你小队 用唱歌等人的方式啊 我们以前是 等全部的人 我们小队到齐 才可以坐下 所以这个时候唱歌 变成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第一个叫大家赶快集合 第二个就是 不会觉得没有事做 为什么我们现在训练很多 会觉得时间不够 因为我们以前是 一首歌是 例如说我今天 我当这个演习我当服务员 我要上 教一首歌 我是从头到尾 我再练这一首歌 所有人 只要我上台 一定会唱这一首歌 所以回去 大家一定都会唱这一首歌 可不是交 一首歌一定要交到会为止 或这样唱好几个 我想这个是 都是我们可以慢慢的 来掌握的 来改变的 如果说 我们每一次都要 选取首歌回去 然后轮到你 你就唱这一首歌 然后大家以后就会知道 看到你就知道 一定要唱这一首歌 也是一个 认者一个特定的标记 然后很多诗语在程序上面 常常被打断 或者是 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动 特别我们 我刚讲我们那个杨竹乐 他连那个 基训的开闭幕典礼 因为那个权血 他都要讲出来 然后一个子一个一个子 要跟你教导 叫完以后才让你上台去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次的 典礼都很隆重的话 都很慎重的话 我相信包括长官来宾 参加者 那个感受 感受 应该是很大的 好下一张 有关典礼的筹备 我想我们有时间会讲很多 但是这个典礼的筹备 我想第一个提醒大家 就是要双套作业 双套作业 所谓双套作业就是 我们讲啊 如果你用麦克风 要不要准备电池 如果电池没 那个电刚好停电 没有电池 没有电的时候 有没有备用的影响 备用的影响 有没有电池 这个是有很多经验的累积以后 才会知道 英国74年的那个 台湾区的运动 就是我爸等 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典礼主 结果那个连战啊 这个是行政院长 到现场来啊 要讲话的时候 刚好都没电 为什么我常常讲说 要双套作业 因为这个 这个典礼主的人 一来啊 早上一来最重要的就是 室宴中间那支麦克风 有没有电 然后用完了以后 他就忘了关 等到正式大会开始 唯唯唯就没有电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常常轮到 长官要讲话的时候 就没有电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双套作业 那种感觉会双套 然后这个典礼的执行 长长我们说要一言 为什么要一言 就是要流畅 但是长长我们都把它省略掉了 因为如果典礼一言 就是我们长官还没来之前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点练的话 让学生也知道 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 也是一种机会教育的 也是一种机会教育 最主要是典礼流畅 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好 因为我们在 有一个县长参加同军活动 都不会缺席 然后他在选举期间 参加同军的大陆开幕 从唱国歌开始到大合照结束 他已经超过 他应该停留的时间 但是他认为要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颁奖那个典礼流程 顺序非常流畅 包括典礼 这个奖要给谁 那我自己曾经就在旁边 地奖能颁 这个奖牌给我 奖状给我 我再给现奖 然后告诉他 这个人是因为参加做哪些事情 而奖 如果你这样的话 受奖人 跟县长颁奖人的关心 他会紧密 他会非常感谢他 是因为怎么样 你来帮忙 对受奖人也好 对颁奖人也好 都是一个很好的尊重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 以后有机会 可以大家试试看 你如果团 你也这样做的话 你的主委会不会觉得很怕 你的家长看起来 会不会觉得很无需 好下一张 那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同听伙伴 如果你在做任何一个活动的时候 都能够把一个计划 变成一个流程 这个流程很简单 只要你做过一次以后 以后你都会做 因为只要你把它拿出来再改一改 你只要把一张纸拿出来以后 把那个你想要做的事情 通通写出来 然后你写出来以后 你就会有时间表 你有时间表以后 你就知道轻动管理 你在什么时候 几天前做哪些事情 几天前做哪些事情 你要跟谁联络 要怎么准备 你就会有一个顺序 你就不会觉得很急很杂 然后你整合起来以后 就会很流畅 然后你整个进度就比较容易掌控 如果你这样做过一次 然后你下次再把它拿出来 再做修正的话 只要把这一次活动的经验 再做一些修正的话 你又准备起来一定会很流畅 我会有这么多的食物这个手册 就是因为从第一次活动开始 我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在上面开始写 比如说我今天参加某一个开幕典礼 典礼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会发现这个唱歌课的时候 怎么样 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自己先在旁边标记 然后下一次轮到你的时候 我相信你就会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活动 轮到你的时候不要急 你只要把这个工作流程 優先顺序先定出来 然后你就每一次就可以再做修正 然后变成了自己的方式 因为我常常教说 这个我们老师师傅教我们 他留一手 我说留一手才会有破下一个人的办法 所以如果说我加你70分的话 然后你再学到70分的话 你剩下49分 如果叫你100分你学到70分的话 你还有70分 所以我想这个 如果你把70分 然后自己再加进去 其实就超过我了 所以我想这个工作流程 如果各位有机会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慢慢的 然后来做努力 来做努力 再一个 再一个 不好意思 团长有人有留言 你要不要回答他一下 有人有留言说 有看到不是同军人的长官 以脸上穿制服挂领巾的依据是什么 可以还是没规定 还是常常看到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他不是同军人 愿意穿同军来 也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 如果大会有准备制服给他 当然 但是他不是我们团 我们不是希望更多人参加吗 如果他愿意穿 也没有什么不好 这个就是主办单位的责任 这就是主办 因为我们想我们有社会团 也有一些主任委员 他根本没有收过去 但是他是 就是你们的主任委 所以他有时候来 他也没有收过去 他还是穿你们的制服 并不是说穿同军一定要穿同军制服 那我是认为说 像我们县长 他等于像我们总统 他等于我们同军总会的荣誉理事长 荣誉理事长 他就被穿制服 所以 是不是同军来穿制服 我们要想化了说 不是同军人愿意穿制服 然后变成我们同军人 这样比较重要 好不好 那就乃二伙拜论的 要不要卖通打开问一下 回应一下 好 那个几手的事 我问一下 因为同军制服应该是 只有宣誓过的 那很多长官他根本就是巴竿子 他既然也不是教育主管机关 也不是所谓的理监士 他就可能就是外衣兵或者官比较大 他就穿同军制服 你觉得这样妥当吗 官比较大 我是没有看过这样的 因为我 我们 呃 我们 活动有出来穿制服的那一些 应该都是有职务的 我们才会替他准备 你说像 没有宣过式的 对 我讲他不是同军人 当然只是他跟同军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 他可能只是因为 是可能是 呃 县市政府的长官 或者是 怎么样特别来指导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觉得让他穿制服来 或挂领巾来颁奖 虽然觉得这好像礼貌 但是有点配马屁之险 或者说 觉得 觉得不适当这样子 哦 这个 很好的问题 我们有机会再来跟他们 请教看看 因为我知道 这些长官如果愿意换同军制服来的话 就 其实也是对 我们同军的一种尊重 他今天虽然没有宣过式 但是 他愿意 因为他带的领巾 也是某一个团 或是他们宣的一个领巾 依照我们彰化线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职务的话 我们不会强迫他 要撑制服过来 如果我是主办单位的话 几乎都没有 但是如果我是主办单位的话 因为县长是我们荣誉会长的 我们甚至 县长的衣服 我们参加活动 一定要请他 穿制 变领巾 变现后的领巾 这样的话 对同军伙伴是一个很大的尊重 如果我们同军伙伴的典礼 让一个不是穿同军制服的人来颁奖 我觉得怪怪的 所以我们曾经发现过 我们很多长官 红军的长官 在我们正式会议的时候 都不穿制服 这个大家都 也有 也有杂音 也有杂音 他说他很忙 没有办法犯 但是我们很多 如果你有提醒他的秘书的话 他们都应该都会犯 所以刚刚真的这个不是红军 要穿制服 我想这个是 各县市的执行不一 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 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 刚刚你讲的 所以要去发展看看 这个见仁见智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刚才我看到 每个市长都是有 都可以经过这个程序 做一个仪式之类的 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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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宣市的市长就不会存在了 哦 对 这个看盖心市 重视的程度不一样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我当总监市的时候 我们现场在主板配报 要求各县市一级首长 要参加鼓岛部长训练 就是要让他们重视同金训练 结果 来了 社会处长 财政局长 这个 建设局长 公务局长 然后 不怕警察 教育局长 教育局的科长 督学都来了 那这样的话 以后我们再申请金额 再办活动 他们都会讨论 我想 这个就是 动视程度不一样 那因为我们 各县市不同 如果像我们的话 我们 要担任我们理事长 什么的这些 一定都是 经过选举 经过学校 可以派出来的代表 才有 才有资格 担任做理金市 变成会务人员 我想这一点是 可能各县市的需求不懂的 不便在强迫说 一定要他宣示不宣示 这是我不敢保证的 当然我们希望是 每一个人 双制服以后 最好都能够宣示 加入我们的同志 这是一个理想 谢谢 好 还有没有想法 好 谢谢Edward的提问 好 好 那我们先继续好了 有的人再举手 好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想 这个给你程序 我就 这里有几个例子 我刚才用超连结 你那边不让我 不能超连结出来 我不太清楚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 这个几个连结就是 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 彰化现在 这几次的这个活动 他们一个分工 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 我要跟各位分享 这是以前 我在运动会那本书里面 特别先把它排出来 本来运动会的一个工作流程 进化进度 你看我们 如果你接典离组以后 然后你就参加 口备会 然后你要理定工作计划 进会开算 然后你要提出工作人员名单 然后变程序 然后自己小组里面要开会 然后去找司理 这个很重要 然后你准备单位期 大会提供 然后学生服务学生的领选 就是我们讲那个地讲那些 安排 如果升降级一队 学校有没有乐队这些 如果你 我刚讲 如果把每一次活动 我们都能够把它写出来 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什么时候要完成 你都可以找我 这些资料最简单的 如果你这一次做完 你下次在里面 才可以一直补一直补 这里面需要加什么东西 这里哪里有问题 然后我把 再重新开一个 就是我们彰化县这一次 大陆营的一个典礼程序 他全部都在提供 这个是去年国中大陆营 国中小大陆营的时候 你看看 那个司理他的稿子是这样写的 如果说你的典礼程序 你如果是从议员开始 四点到五点他是要带共餐 然后怎么样一演集合队伍 然后颁奖流程 然后演员 就是要练习一次 然后正式工作人员的晚餐 然后怎么带伙办进场 进来以后贵宾签到怎么样 这个都有 你写好了以后要跟各个组去做连结 这样的话才有办法配 晚会 你看 这里就被 你要唱晚会歌 有大萤幕的话你就要记得 大萤幕要出现晚会歌的歌词 因为有的伙伴不见得会唱 那么在点火的仪式里面 你要注意大会会长是谁 营主任是谁 然后有几个人要上台去点 都把它写得很清楚 你到时候介绍就很顺 然后接下来跳营火舞 然后接下来这个营区的节目表演 然后到最后是玩岛 玩岛谁要领唱 然后这个炉边台话的时候 谁要负责搬桌子椅子 然后以火以尽怎么办 灯光怎么弄 然后谁要去讲话 谁要负责招呼 后面负责人是谁 然后大陆影片这个回顾 要怎么去接续 都把它写得很清楚 都把它写得很清楚 然后颁发感谢壮精神 把这个流程都写好 谁负责 然后旁边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慧琪队长送贵宾出去 这个部分 如果你把它写得很清楚的话 那个流程都会很顺 流程都会很顺 虽然这一次的那个活动 他们没有到最后 今天开幕明天就要离开了 所以便没有照这样去做 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是这样 如果各位把这样的一个程序 有机会都把它拿到的话 然后你每一次活动 你就自己的意思去改 我相信 以后你到哪里去担任这个 给你筹备工作 你都会很顺畅 都会很顺畅 我们回到影片 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努力的 如果我们只是 照别人所做的方式去执行工作 那也都是彭昏 如果你把自己的经验 把自己想到的都加上去的话 这个资料以后就变成你自己的 所以如果说加上我们有机会分享 你拿到我的资料 你不要照抄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都担进去 这样的话 你一加一才会大于一样 你把我的 讲的 你再补充自己的进去 我相信一定会更大 如果你只是照我的去抄 顶多 我想你照别人的抄 那个分数不会高 因为顶多一样而已 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执行到 我想的那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想一定要加上自己的 下一个 各位都知道吧 这就是我很相信的 我常常鼓励人家 每天进步一点点 一年就变成37.8 每天想说我少做一点少做一点 你看到最后不到等于零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同学的进步就是 不要怕不会 也不要说我不会 每天学一样东西的话 你真的学起来的话 到时候人家讲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 我一直主张 每一次出去活动 都要学一样东西 这样就够了 每一次活动 包括省姐 那个省姐学不完 但是你如果会学一样 人家讲会学一样变化数 你如果会学一招 人家会觉得说你那厉害 你说同样一个省姐 下次我们面对面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来打 那这样的话人家就会很相信 所以刚刚有跟团长讲 李团长讲说 这个 我的这个 神节不取 对不对 这个神节 神节 所有的初几中高几 神节 然后放在身上的话 可以装在口袋里面 剩下这么一点点 可以装在口袋里面 不吸带很大 很方便吗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参加活动的时候 就感觉说 我带布局出来 我要搬那个神节板出来 不是很不方便吗 所以你每一次都 把它变成你想要的东西 你在教学上面遇到什么困难 你就去把它革新 这个叫做行动研究 我常常讲行动研究就是把你 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然后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们同学里面 这一招很重要 所以我拜托各位 每一次活动 我们就增加一点点就好 看到别人在做 我们就写一点点就好 我喜欢带照相军出去 跟我们里南一样 为什么 这照片记下来 就不用写 你照片记下来 拍下来以后 你看这照片 你就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个做哪些事 这个要怎么做 我相信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个是顺便广告一下 我们这个彰化 这个台语文化文青 我们现在的这些所有伙伴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都可以来 这就是八卦山大我后面 有一个天空故道 如果你来的话 如果你是学校团的话 到这个地方来 还可以申请补助交通跟更当 中午不用更当钱 但是数量有限 要记得用学校团申请 用学校班级的方式去申请 那五月四号就是我们这个园群里面 每一年都有一个母亲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彰化 我们官网308团都会在这里设 同庆的团班活动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有参理这个活动的伙伴 那一天如果你愿意来的话 我们来做现场的一个食物分享 食物看法 那个因为我们一般都用礼拜六 这个母亲姐这一天 那时候母亲姐的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想担任大家 跟母亲姐的亲子活动 所以我们都提早一个礼拜来做这样一个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园区里面 我们有一个生根就是我们不但要杂根还要 然后把它更深入的去探讨 那这个光是一个人讲没有 我们希望伙伴过来然后大家来讲 然后每一次你写一样东西我们大家来讨论 把它修正到最好的以后 我们将来会变成一本书 这样的话你拿出去才会变成是你的东西 如果拿买书来看的话 你到时候还是不变 所以我想这个包括流程 包括我们该做哪些东西这些 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实务手册里面 如果有发现到说 我们全省大陆的所有的菜单 我都把它收集起来 因为各些北中南东的菜单会不一样 那我们常常在讲旅行的时候要去学生开菜单 老实讲 我们现在很多团长都不会开菜单 你怎么叫学生去学礼行说要去菜单 所以如果我们团里面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活动 开始来做分享的话 我希望会让大家更成长 而且会带的更轻松 我们彰化也曾经 在担任口干事的时候 把那个 我在派团的 从学生开始出局到最后 那个每一次每一个 每一个年度的这个团的团集会时间 团的团委员会议怎么开 然后活动要怎么签工 我们都可以来做分享 因为我们常常在做 学生要请假大家都觉得很困难 尤其社区团 但是我们我曾经要出去的时候 每一个老师手上都有我 出去参加学生的请假时间 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出去 老师说学生曾经退步 我说曾经退步你告诉我 我们要让他参加同学团 我们不需要学生因为参加同学团 曾经退步 那是借口 我们希望同学团 跟老师讲 我多一个人在帮你 管理你的学生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想这个 生根生根计划 跟我们队学院 那个是殊土同归 都一样在推展同学活动 那我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想谢谢你团长 好下一张 好 好 就谢谢大家 今天因为操作不当 然后要担任你们的时间 很感谢大家的参与 都可以上网拍个招 记住要早晚拿东西 好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 宋维煌宋总 他非常客气 就是今天真的真的真的 准备的非常非常丰富 而且就是超级实用的内容 给大家不只是讲一点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感谢 宋总他有一个超级的呛下 就是他非常会整理资料 我想在刚才 就是大概已经大家都 透露掉 透露出了一些些的讯息 那我们呢 接下来大合影一下 好不好 各位 要开镜头 镜头可以开 有方便开的 OK的吗 好给各位几秒 3 2 1 有没有还没准备好了 好来小玉还在整理头发 好大家要整理美美的 OK可以了 3 2 欸 鞋子头去哪里了 好 好哦 那各位再让我拍一张好不好 我用我的相机拍一下 好 好感谢各位 感谢观赏贝学院讲座 记得帮忙按赞 订阅分享 谢谢 是